大家好 這禮拜跟大家講一個 蠻特別蠻有趣的一招 這個烏龍盤打 烏龍盤打在 新武術裡面到北方武術 批掛掌都有這招烏龍盤打 這一招看起來很花巧 甚至沒有用 很多人覺得沒有用 但其實烏龍盤打它是 主要來講它是用腰部 去轉動整個手 肩膀跟手 重點要鬆才快才靈活 有些人會解釋 在打擊上面 如果說對方出拳 這拼掛 打 打 摔 打 摔 掌 再拍掌 就可以連續 所以烏龍坦打可以練 這種連續的打掌 但你練過掌的人 烏龍坦打這種打擊上面是非常有效 那 批掛掌算是北方武術 那北方武術來講 我們有發現說很多屁掛掌裡面的動作都是 都是跟摔跤有關係 那也有很多摔跤的動作 藏在屁掛掌裡面 那屁掛掌在 這個烏龍坦打當兩人在clitch 不管他抓我頭或抓哪裡 這個烏龍坦打也可以很快的 很快的去解套 你抓 Hold a little tighter OK 烏龍坦打也可以很快的 以近身 用腰的動作 全身 這樣去緊 OK 解套 走 或者抓緊部 但是 在中國摔角裡面 基本上 比較少在地板上的動作 所以在思維上面碰到像 像Frank在這裡 它是Brazilian Jujitsu的這個 Brown Belt 它 它在地躺上面是很有經驗的 所以變成說 我如果 走慢一點 If I go here immediately 我這就被扣住 扣住我就死 它重心一坐 If you sit you should pull down OK 那我這招就完了 所以 所以 在傳統武術上面來講 我這一轉上來 可能它抓到耳頭 我這裡還有這個 可以集音 因為Brazilian Jujitsu裡面沒有 搭檔 集音 或者是這裡可以 可以去 繼續完成這個 烏龍坦打的動作 甚至於 如果頭跟腰夠軟的話 繼續下來 反過來 可以去想一下 因為這個 烏龍坦打的 這個衰劑裡面的用法 但是碰到像 像這個Modern 比較現代的這個 格鬥術的時候 就要去想一些變化 那 在我們剛剛來試來講 在 傳統武術的烏龍坦打裡面 其實還是有很多 優勢 但是就是 要注重就是 腰要靈活 所以馬上要甩過來 you have to quickly quickly 再馬上轉過來 用腰馬上轉過來 轉過來 OK 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